今天大家都在問 昨天深夜 國會改革無法通過三讀之後 接下來會怎麼樣 你看到民進黨窮盡一切 包含了富裔 包含了視線 凡此種種 它能推翻國會多數民意 已經完成三讀的法案嗎 人民最擔心的是 房間有很多似是而非的懶人包 它告訴你 人民要當心喔 你可能會因為這個 國會改革無法的調查權 把你抓去立法院 如果不小心 你可能還會被罰款 這件事情 我們今天就告訴大家 細讀完三讀條文之後 它不會發生 只有一個例外 就是你做政府的生意 基於預算的追蹤跟監督 如果出了問題 才會請你來問話 就這樣而已啊 所以回過頭來 大家要問 這個立院的國會調查權 需不需要 今天活生生一個例子 第一個會被調查的 會不會就是他 王毅川 他哪來的大數據 讓他可以去比對 不同場合的群眾 還可以說 我知道他們的年齡 我知道他們有沒有重複 凡此種種 今天仁俊來告訴我們 關於三讀過後的國會改革法 明天過後會是什麼情境 事實上這次這個所謂的國會改革的無法 其實我認為跟原先外界的預期上面 確實是有一些落差啦 因為大家認為說國會改革 基本上是針對立法委員的部分 就是你的問政的品質 或者是你在這個立法院的意識運作 但看起來這一次的這個國會改革的法 比較多的是放在對於行政部門的這個所謂的監督的 這樣子的一個狀態 所以聽證跟調查權在過去藍綠其實都有各自提過 只是現在的爭議回到了就是說 那我的範圍要不要予以限縮到什麼樣的一個程度 或者我放寬到什麼程度啊 所以你看像這個立法院通過這一次的這個 所謂的國會改革法案之後 監察院也立刻發表了聲明 認為說其實這是不是有餘悅了 監察院在糾舉跟彈劾的這一塊 那我認為這個後面既然是民進黨已經決定 要往視線的這個方向去走 所以這個就交由大法官這個所謂的憲法法庭 去作為裁量 我覺得這個其實就會回到就是說 民眾在看到你在成立這些東西的時候的這個觀感 可是在昨天同時同步也出現了一個狀態 就是民進黨的這個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嘛 因為他為了要去解釋跟說明就是說 這一次參加所謂公民活動裡面的組成的人數 還有他的這個成員 其實並不是民進黨動員跟號召的時候 他提到了手機的這個所謂的數據分析 那這個數據分析基本上面來講 事實上除了我們的這個所謂的電信業者之外 他有開放其他的業務是給數據公司來進行 對外做商業的活動 那只是這些東西第一個他必須要付費 第二個是涉及個人隱私的部分 也就是我們講的個資的部分 有沒有在包含在這個所謂的 開放提供數據服務的這個範圍裡面 我那個這個會被引起討論 所以這裡面當然會出現就是說 如果民進黨方面是透過他付費 然後找這個所謂的數據公司進行 所謂的這樣一個數據價值的這樣一個取得的數據 如果沒有包含到這個王毅川所分析的這一些 甚至跟十年前太陽花的這些人數來作為比較的時候 因為你等於是要有十年來的數據 這個可怕在於就是說警種復辟這件事情 所以王毅川誰會給你資料這件事情 大家想到就是哇國會調查權就是要調查你這件事啊 所以這個當然就會是一提兩面了 大家認為擔心說這個立法院因為通過了所謂的國會的改革法案 有沒有擴權甚至去侵犯人民權益的問題 那或有這個所謂的執政權力的執政黨 他如果今天在各項的這個說法上面 或者在各項的事情上面有讓民眾會覺得說 你是不是也愉悅了你本身在行政權 應該謹守的這個分析的時候 他就會成為兩邊都要被檢視的一個對象 好我們現在看到了民進黨的終極戰場在憲法法庭 我現在來告訴我們招數進出 就是希望能夠擋下國會三讀通過的法案 翻盤容易嗎 而郭正料他預告了喔 一旦進入了事先的戰場會一次燃爆三大炸彈 接下來的延長賽會怎麼樣來進行 好 軍將開場報警的觀眾朋友 昨天立法院的國會改革法案三讀通過對不對 對 請注意一個畫面喔 因為現場很亂 表情很僵 韓國瑜院長從頭到尾看他不開心 旁邊有國民黨立委自拍啊 他在站那邊一臉愁容 為什麼 因為他很擔憂 他也很累 觀眾朋友 昨天國會的改革法案三讀過後呢 是另外一個戰場往後再打半年的開始 還要半年 怎麼關注 往後再打半年的開始 為什麼 觀眾朋友你先看一下 昨天在現場三讀過以後 一樣其實民進黨早知道一定不會過 這我就跟大家講嘛 你以為民進黨是要把他擋下來 他也知道擋不下來 可是他要把年輕的血量洗回來啦 簡單講就是這樣嘛 過去投給蔡英文那兩百萬票 後來投給柯文哲 他把他洗回來 你看黃國昌 廠外都要罵黃國昌對不對 所以就要把這些小草洗回變小綠 所以現場就亂成一團 最後我要丟那個垃圾 韓國昌就很不高興 那韓國昌怎麼辦呢 他也是只能夠站在院長的立場 謝謝所有辛苦的議事人員跟委安警力 繼續努力 一起沉澱準備 一起加油 那當然觀眾朋友為什麼講 沉澱努力繼續加油 因為後面還有個草 先跟大家講 一個法案三讀通過之後 如果你真的覺得不行 基本上你是有四招可以反制的 四招可以反制的 那我很快跟大家講 叫做複翼複翼 視線複決 複翼複翼 視線複決這四招 什麼事情呢 第一個複翼就是 這個法案過了以後 立委可以提出複翼 光復節的複 就是我再來 重新再表決一次 複就是再一次的 我們再表決一次 那當然昨天王陽三讀通過以後 這個複翼直接 民進黨團提出以後 再表決一次就輸了 所以呢 四大絕招現在變三刀流 只剩三個了 再來是什麼 還是複翼 是什麼複翼 觀眾朋友 我先跟大家講 這個行政院長 卓龍泰昨天發出了這個演書 他說什麼 再次審視法案 透過民主對話 捍衛憲政程序 現在民進黨的立委 跟民進黨的行政院長 以及總統府都認為 你整個修憲的過程當中 程序不正義 修憲的程序有瑕疵 法條的實質也違憲 那這種狀況怎麼辦呢 就要提出行政院的複翼 覆蓋的複 我給觀眾朋友看一下 因為基本上 他就是四個完全不同的 這個做法 這是行政院立法院的複翼 那這個已經直接投票就輸了 投票輸了 你其實基本上知道一定不會贏 那行政院要提複翼是什麼 是這個複 有沒有觀眾朋友 是這個複蓋的複 那根據憲法51713條就講 如果行政院覺得說 你雖然三讀通過了一個法案 可是三讀通過法案之後 觀眾朋友他會把他送行政院 身中也要執行嗎 還要送總統府 總統府要公告 總統府十天正要公告 怎麼公告我等一下告訴你 那可是我今天行政院長覺得 我真的沒有辦法 治安難寢的生活 他會得到總統的同意之後呢 提出複翼 就是請立法院再來表決一次 就是回到剛剛你說的這個流程 你立法院立法 我行政院執行嘛 可是你立法立完以後 你送到我身邊 以後我按照這個法執行對不對 交通處罰條例 好大院走完了 我看好我們按照這個執行 那等一下 你這個我沒有辦法執行啊 所以呢我就送回去 再次的請大院 你們是不是再想想 那這時候就要再進行一次表決 問題是表決 無助於改變結果啊 好 君強哥重點來了 因為這個事情這樣子 當行政院收到了 立法院三讀通過的法案 給他的時候 10天之內行政院長要決定 我要不要提出複翼 再次的表決嘛 那回到立法院以後 15天之內要表決 所以未來那個時間 就是大概在這個一個月以內 但問題是 收到了那個三讀通過的法案之後 總統按照我們的憲法規定 他要在10天之內 一定要公告這個法案 一定要公告喔 對 是總統應該而不是得喔 來 這我這邊都有寫得非常清楚 因為你是找相關的 這個憲法裡面就有講喔 有沒有看到 憲法第72條 立法院通過法案之後 要送總統府跟行政院對不對 對 然後呢 總統應於收到後 10日之內公佈 是 他是因而不是得 所以他一定要 他應該要這樣做 那這種時候你不做 來觀眾朋友 他不做會怎麼樣 他如果不做 時間到了一樣會 那個法案也會生效 所以你不做是沒有意義的 所以現在大家都在討論說 賴清德總統會不會不公告 我跟觀眾朋友報告不會啦 因為他不公告也一樣會實行 但是呢 他在經過複議之後 再次表決 那我就問大家 我們現在先預測好不好 再次 立法院再次的覆蓋了 行政院提來以後複議 會不會過 會過啊 我是說 那個他的複議會不會成功 他會否決這個複議啊 藍百還是一樣多數的票嘛 那這個時候呢 行政院長總統他就要做選擇了 我是接受這個結果 還是我就辭掉了 行政院長不幹了 他怎麼辭掉 提複議是個很嚴重的事情 當行政院長提複議之後 如果立法院 否決這個複議 行政院長可以選擇 掛棺球去 我就不幹了 那就是第二個狀況嘛 但是複議 我們現在已經跟大家講 一定是不會過的 那不會過以後呢 就開始進到 總統公告以後 公告以後 法案就可以提出釋憲了 那釋憲的話呢 就送到了這個 憲法法庭 來 憲法法庭 在去年叫憲法法庭 以前呢 就叫大法官會議 所以送到憲法法庭以後呢 又是另外一場串 以後我們早上跟大家講 用電腦選出 因為我們15位大法官嘛 三位大法官開始 對 他會去討論 如果三位通通就覺得說 這東西根本就不用討論的話 這個直接 這個釋憲案就不會成 但如果有人認為可以的話 就進到後面來討論 這個時候呢 觀眾朋友 提案的人 提釋憲的人 很可能是柯建民本人 他就會提出要求 看是不是要將這個 已經通過的法案 暫時處分 也就是未來半年之後 雖然他已經算是通過了 可是 有可能自來難起 我們先不要通過 過去曾經有一次 有這樣的例子 就是我們發身份證的時候 要按納指紋才能夠領 結果後來連民進黨制就覺得說 侵犯人權 所以就希望這個東西暫時處分 雖然法案過了 可是暫時先不要 我們後續再去改 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狀況 所以大家知道了 複一複一 然後釋憲 那這個暫時處分 到底有沒有可能 進行暫時處分 要看這個憲法法庭 大法官最後決定 所以你看這樣的過程當中 未來的半年 一旦申請釋憲以後 要等到半年後來知道 這一次的國會改革法案 到底有沒有用 還有 就是提出事件以後 到底會不會有暫時處分 如果暫時處分的話 即使這個是一個 三度通過的法案 在半年之內 它暫時凍結 不會使用 好 維愛 我最後追問一個問題 如果你提到 還要在延長戰線 半年進駐的市縣的戰場 我就問 今天國會是中間 這邊總統府 那一邊是行政院 在等待的這半年當中 這鐵三角會發生 什麼樣的一個旱閣 或者是一個互相拉扯 或者是風暴會發生嗎 好 我先跟大家報告 因為我們在講 剛剛那麼比較 稍微複雜的過程當中 最快會出現的事情 是這個禮拜五 行政院長 佐龍泰到立法院 去市政報告 對 這個也是相關規定 就是一個新任的行政院 兩週內一定要去 所以就只剩下 這個禮拜五最後的機會了 那現在看起來 佐龍泰也會去 因為你知道嗎 佐龍泰在這個表決之前 527的時候 曾經還打電話給韓國瑜 他現在韓國瑜院長是不是 好啦 我知道你們二讀都過了 那可不可以請韓院長 就先不要三讀 因為他認為會造成 這個憲政上面的漢格跟衝突 但是問題是沒有辦法 就只能夠造走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禮拜五 佐龍泰他會去 立法院進行市政報告 那雖然敵富裕 雖然以後要釋憲 可是基本上我覺得這件事情 他後續不會再有更高的 那個高張力出現 因為他還是必須要繼續進行 他的行政 還有相關的法案跟預算 後續整個立法院 不可能癱瘓掉的 所以這種情況之下的時候 雖然提釋憲案 可是也要等之後的 憲法法庭 他所造成最後的結果 然後你剛剛 俊耀哥你問的最重要一點就是 那總統呢 總統的角色呢 我要不要去國會報告 你不管是不是有 這個暫時處分 現在目前的 立約執政行政法裡面 就已經可以邀請總統 來國情報告了 只是現在的叫做統問統答嘛 得報告嘛 對不對 他跟現在新修過的 那個用字不一樣 對不對 但是一樣都可以到立約報告啊 所以不管是有沒有暫時處分 不管是新法還是舊法 總統都可以到立法院報告 只要賴總統他願意到立法院 進行國情報告 並且接受詢問跟回答的話 我相信朝野之間的對立 一定可以有效的降低 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子的 建法弄張 好 宇仙從現在開始 半年的時間 這是一個延長的戰場 不管是復決 不管是修憲 你怎麼看接下來半年可能的發生 我講兩個 兩個層次的目的嘛 第一個賴清德的目的是什麼 就是電腦堂嘛 電腦堂這個理由很簡單 因為賴清德不想要當一個 朝小偉大的總統嘛 這已經是確定的事情 那你不想當朝小偉大的總統 他做了什麼做法 他用三院議服來抵制另外一院 你聽懂啊 司法 監察院 行政院 還有一個憲法法院嘛 對不對 他用這三個東西來去抵制立法院嘛 這是反向杯葛 各位 因為以前的總統 我們剛才是不是討論一大堆 淋淋扣扣的程序 行政院有沒有複議過 很少很少 你知道為什麼嗎 複議代表你的法令我不願意接受 我覺得要嘛它違法違憲 要嘛我們自愛難行 所以立法院的法令我不接受 但如果送回去之後 復議案回去之後 這些立委們投票說不行 你就是要給我吞 那理論上來講行政院長他是要辭職的 理論上來講他要辭職 你要我幹的事情我幹不到嘛 所以我不幹啊 所以這個是很嚴重的杯葛 這是非常嚴重 但顯而易見的賴清德 把他當作一種功勳武器嘛 要常態化嘛 如同我們講的大法官釋憲 大法官以釋憲為了釋制 這代表是國家的法令 那你要立一個國家的法令 為了要把這一次 立法院的三讀案給杯葛掉嘛 這你的作法 包括監察員我們剛剛是不是聊到 也跳出來了嘛 說你也不接受 你侵害我的權利嘛 所以這是三院一輔 要來杯葛立法院 所以換言之 他沒有要接受嘲笑給大家的局面 他要逼你立法院低頭 這是賴清德的目的嘛 委員你怎麼看 我倒是對於行政院提請複議 他到底有沒有法律基礎 跟正當性高度寸議 第一個行政院你以爲什麼東西 就可以提複議案 必須有個條件 這個條件在憲法寫得很清楚 行政院認為有自愛難行的時候 才可以提 請問你 我們今天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哪一件是要你行政院行的 你告訴我啊 我要辦聽證 是你叫你行政院來辦的嗎 不是啊 我要辦調查是行政院 你來幫我調查嗎 不是啊 我今天請總統來 這個國情報告 總統可以認為自愛難行 你行政院自愛什麼難行 跟行政院什麼關係啊 可是你要調查我啊 我得配合 配合的這個層面 我自愛難行 你怎麼知道我調查是你啊 我調查是高端啊 我調查是巴西彈啊 還不一定調查到你行政院啊 你什麼啊 你先坐死自己 你犯罪是不是啊 你自己對號入座是不是 就是通通是我幹的壞事 所以我怕被調查 好啊你就公開講啊 行政院認為做了很多壞事 會被立法院調查 所以我們提呼應 我跟你講喔 這個法律要講它的本質啊 請問你 從頭到尾哪一件事情 要你行政院做 你告訴我 沒有啊 跟你行不行沒有關係 你行不行沒有關係 你哪有什麼自愛不自愛的問題啊 你提什麼 提什麼呼應案啊 光這樣不只打回票 你還好意思提什麼 什麼事件案啊 跟你無關啊 這很清楚的事情啊 你是什麼縣 你付什麼義 這個東西 大家要好好討論一下 不要以為大家對憲法的認識 都是那種低水平好不好 憲法上每一個字都要自真俱佐 理由在哪裡 因為憲法上 在寫的每一個字裡面 都有很複雜的背景跟含義 不是隨便呼籠 要不然都要簡單寫就好了 行政院不同意 就可以怎麼樣提呼應嘛 為什麼要寫行政院自愛難行 那自愛難行就表示有什麼事情 要你行政院去做 你做不來 那才自愛難行啊 比如今天我們賓客預算 現在說我都沒錢啊 我都沒辦法 對不對 那可有道理啊 你今天跟我吵說 哎呀花東要蓋一條高速公路 你說哎呀沒有錢沒有錢 所以我自愛難行我把你退回去嘛 今天不是啊 今天通過的國會改革法案 是要改革國會自己 跟你行政一點關係都沒有 如果說我今天說行政院說要縮減部會 增加部會 你說自愛難行還有點道理啊 今天沒有啊 再來 我是覺得沒有錯啦 我從民進黨立場來講 最好能夠分類藍白河嘛 分類藍白河 條件很簡單啊 我就弄一弄白弄一弄藍 對不對 讓你們整天吵來吵去 對 或者為了選舉吵來吵去 然後為了什麼事情吵來吵去 我就坐縮移工之力嘛 你即使通過怎麼樣 要調查蔡英文的論文案 欸白的不同意 或者藍的不同意 就擺平了嗎 你通過了所有的國會改革法案 形同俱文 比如說我們今天要通過決議 請總統來報告 欸白的說我不同意 藍的說我不同意 不是就沒了嗎 所以我說急問急答 反正只要你 立法院沒有形成多數 今天所有努力的老半天 通過的國會改革法案 沒有一條能夠實行 因為立法院是什麼 立法院是集體決議制 核議制 我們講得好笑一點 我覺得 佐隆他不是新人欸 他怎麼覺得打個電話給韓國瑜 韓國瑜就可以不用刪讀 韓國瑜是可以說 今天有行政院長打電話來提議說 我們不用刪讀 請問各位委員有沒有意義 他要問後面這一句話欸 那如果各位委員說有意義就要表決 你以為韓國瑜可以單獨財事啊 韓國瑜光財事說叫大家喔 不可以穿牛仔褲進議場就很有問題啊 有人有意義啊 比如說今天 黃偉漢喜歡穿牛仔褲穿布鞋進去 他是立法委員 你韓國瑜可以叫警衛把他擋在外面嗎 他是告訴你說 人家第一次國會報告 院長要來 這個不要舞鬥了 不是 只有不要舞鬥 可以講一下維持秩序嘛 穿牛仔褲 跟那個女生穿什麼東西啊 議長管不了的啦 議長權力沒那麼大啦 人家說我是要進高級餐廳 對不對 我在左擁汰根本搞錯啦 搞錯議長的職權 立法院的院長不是立法委員的長官 他是立法委員的什麼 開會的班長而已啦 五七報新聞的所有好朋友 你們給了我百萬的訂閱 真的無限感激 我要跟大家重新健康 再一次謝謝你們大家 同時請介紹更多好朋友 來支持五七報新聞 俊相還有優秀的五七報新聞團隊 會繼續為大家每一天 挖真相